他补充範例的入门里面 有这一题这个 切割字串 用MID与FY函数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还有其他题目 有兴趣各位可以 自己把它下载下来练习过 里面的话就这一题 所以你直接点击它 上面有个箭头把它下载 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的话 上个礼拜的部分大概就是这个 实际上就是解决什么问题 这刚好是一个同学问到的问题 他说他的工作里面刚好会需要 他要把这一个储存格里面的 有超连结部分的字串 给切割出来 也就是说他需要怎么样 找到超连结 帮我放在隔壁的储存格里面 那当然呢 你这个要完成这件事情 其实那里面当然底下还有更多 所以一个一个 你不可能说用手动选取 然后复制贴上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用 也许用函数 那函数我上个礼拜有提到了 我们也许你可以 需要几个函数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 你要找到什么 找到 这一个刮虎的位置 第二个你要找到 后面这个刮虎的位置 有头有尾之后 有没有 然后呢 再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切割 有一个函数叫MID MID有没有 刚刚寻找是用FY FY函数呢 去找到它的位置 找到这个的位置 这个是头 这个是尾 然后把尾巴的位置 剪掉头的位置 再剪掉一个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找到位置 并不是我们要的 而是往后面在一个 一个位置 所以 最后呢 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切割出来了 好 这个应该还有印象吧 所以 如果你实际上要做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分开来 分两 分几个阶段来做 也许你就是 这边是先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头的位置 找到那个 开头的这个 好 你可以找这个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储存格 假如说 里面是找这个 这个是找 后面的 这个后面 那你怎么切呢 那你可以分 三个阶段来做 那你不要一次 一次的话 你可能太困难了 那比如说 找它的位置在哪里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以把它再拉过来一点点 好了 这样看比较清楚 那这个的位置的话 实际上呢 就是 摆在 哪个位置 我不知道 我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 那我们前面用过一个叫 文字函数里面 你可以往下找一个fine fine函数 这个fine函数的话呢 就是在文字字串里面 找到它的位置在哪里 那这个地方 它后面有个 据点后面有一个什么 fine是区分大小写 那后面我还有讲到那个 有一个search search 其实也可以用在寻找 它其实也在文字 函数里面 它也叫search search 里面的话 它里面有提到的大小写 视为相同 那这两个函数其实是 作法就是寻找功能是一样的 差别是 有没有区分大小写 特别主要 这边有跟你讲说 fine的话呢 是有区分大小写 摄取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 当然不过这个瓜糊是没有大小写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用fine好了 ok 那fine什么东西呢 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fine这个东西 within的话 也许你可以把上面这个给它 这个 第1个fine这一个 那within的话呢 是指的是上面这个东西 当然或者你可以直接 什么直接打这个刮符也可以啦 就是说我要在这一个什么呢 这个储存格里面找到这个瓜糊的位置 好啊找到之后的话呢 它会return给你 好不跟这 跟这颠倒一下 应该是 这个是上面的 我要找fine这个 然后找在哪里 within 在这个里面 那你会发现 它会return给我结果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的第145 就是你要找的东西 那实际上我要的东西是146开始 146开始 然后往下去去找 好啊这样的话呢 就我可以找到 第一个145的位置 那一样的方式的话 我可以在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再用fine函数 去找后面这个东西 那一样方法 fine什么呢 fine这个东西 within的话是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帮我找210 ok 那我就知道头跟尾的位置了 那我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呢 再利用切割字串 超函数里面的话 我可以利用那个fine函数 不fine用过了 用那个mid函数 切割 那切割的部分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切割 第一个告诉他 你要切割什么字 切割这个 从哪一个字开始 从哪一个字开始 那当然呢 我要应该是找到 找到145 对不对 但是145不是我要的 145就包括前面的 所以你必须把它加1 145的下一个字 就是说因为 潜挂壶的后面 是我要的部分 再来的话 你要切几个字 切几个字的话呢 就是把后面这个字 再减掉前面这个字 就是减掉前面这个 就是这个的位置 再减掉前面的位置 记得再减1 因为你会多一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要再往后一个 所以再把它减1 总共呢 我算出它的总长度 是64个字 那你按下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你可以预览一下 基本上这个位置应该没有错 可是最后面的 我们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的公式 只要没有下错了 你会发现到 头尾 刚刚好 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的 那如果说 你要把最后的结果给 全部做出来 很简单吧 这个地方你可以 直接向下填满 反正你有多少个栏位 你就全部什么 全部通通都把它 向下填满 填满之后的话呢 这资料太多了 你会发现 如果说你这个 这个用人工来做的话 恐怕你做到下班 你就做不完 那 OK好 大概有605笔 所以一下子呢 它全部都帮我 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不过这个 C1 上面要怎么样 把它锁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把这个C1给 按F4 其实只要锁 其实锁裂就可以了 OK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这个把它锁裂 锁完之后的话 那其他应该就OK了 把它打勾 那底下的话 再把它填满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也把它填满一下 这边的话呢 你也是把它填满一下 你的结果 全部 很快就做出来 这个如果做得顺畅的话 不到三分钟了 做完了 但是呢 如果说 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看你做个30分钟 可能也做不出来 可能你做三小时 应该也做不完 这东西如果说要剪 复制贴上的话 好像也没更好的方法 对不对 OK 好 不过这个问题 就很快的解决了 当然我讲过了 你也可以 不要分成 三个步 这1 2 3 你可不可以怎样 那把1 2 3全部并在一起 可以啦 可是 这个 这什么 C 这个的话 就是把公司要放进去 所以这边的话 将来的公司会非常冗长 不过 那也可以试试看 以后如果 当然可以的话 就做一次 不过 如果 当然 我讲过啦 如果你实在没有把握 我建议你别 不要拿石头杂志的脚 为什么 因为以后的话 事情简单处理就简单好了 因为如果你把它弄得太复杂 最后连自己都 做不下去了 OK 其实 那不然你就把它拆成三个部分来做 但是呢 这个问题有没有完全解决呢 其实后来 我就把这个 这个答案给 给那个同学说 哎 你这问题有帮你解决了 然后 应该没问题了 不过呢 他后来跟我讲说 老师 你可以看一下第七列 第七列怎么了 OK 第七列是这样 第七列呢 这边有一个 对不对 OK 这个可以啦 这边 这边 这个可以过来 但是他说 老师 那下面还有一个 这个你没有帮我过来 怎么办 那他说 里面有 一个以上的超连结 一个以上哦 一个以上意思就是说 可能会有两个三个 都不知道几个 那怎么办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你会发现工作里面呢 一定都会有这些 但如果你第一阶段做完的话 应该已经算是 不错了 如果说两个以上 你也许可以判断一下 如果 两个以上的 那你再去做处理 也可以啦 或者是说 用什么 用V 这个时候 可能用VBA了 如果 第二个 可以想想看好了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问题 就是 很多种解法 没有标准答案 那也许我刚开始 想到的方法 不见得 是最好的啦 也许慢慢 会越来越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把这一题 稍微复习一下 然后 等一下的话 也许第二种方式 那我们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地方 其实都不是太复杂的应用 我们只有用到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是 Find函数 Find什么呢 Find你那个 刮壶的开头的位置在哪里 在一个 后面的刮壶在哪里 为什么要找这两个 因为 要给 密的函数用 密的函数 刚好 他就是 要的东西 就是头跟尾的中间东西 所以其实 一步一步的 如果某些函数缺什么 你可能就先 变给他 他要的 后面部分呢 就可以很快的帮你 可以做出 你要的结果来 那